大佬劉亂航早前被人拍到在銅鑼灣王室寶 罵一個捱著柱的男人阻礙 同行還有前女友呂佩琳 馬上就有傳二人複合 大佬在12月31日就發過聲明 說是因為呂小姐有困難、有事相求 所以跟她達成商業協議 完全畫清界線 今天再親身開記招 將界線畫得更清 首先我想說由王室寶那天 由一個男人開始 我也想澄清一下 第一可能我們公司處理得不好 被一個男人蹲在柱的樹 我走過的時候 今天沒有位置過 為什麼沒有位置過呢 剛才那時是5時半 過時過絕很多人 我唯一要過的 就是插著人的身過 我想告訴你們 我平時在家、行路、出街 小則有個保安給我扶著的手 多則嚴重的有兩個 我逛逛會休克的 這些是事實來的 不是作出來自己解釋 那個人我就小聲叫他 你麻煩你起床 你阻止人家 他答我不是說好 他說我很累 所以就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差點沒跟他說 我介紹香港最臭的公廁給你休息 再不是介紹特首的 家裡住的地方的門口休息 當然我沒有說這兩句話 但是叫極的門口休息 自私自利 我過得的方法 就是插著人身過 插著人身過 有幾個問題會出現 第一人一轉身 一踢就踢到我 會跌落地下 小則斷掉兩條骨 重則後腦跌落地下會死 這其中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見到商場的人 大部份都戴口罩 第二有少部份沒有戴口罩 最嚴重的就是這件事 如果我經過騙他們 萬一他們有中招傳給我 我就狗死一生 我早幾天才看到電視 見到一個百六十多歲 說我老婆就是瘋了 不讓我去街 怕我去街中招就沒得醫治 死定了 因為我們這天要吃抗排積藥 代表甚麼呢 我們打幾支針 效果只有四十左右 一中招就很危險 就是年紀我們都不小 何況有器官移植 吃過抗排積藥 所以我們是高危的 那這些你們沒有試過換機 那麼年輕 一定沒有試過器官移植 你沒想到我們現在說的東西 還有一件更恐怖 我怕萬一被老伯認到我 我中招不是住劏房的大樓 又叫非禮 那老婆見到她 又是不用 我中招不用住劏房 又說我非禮 或者想強姦她 你沒以為我開玩笑 四五年前 五六年前 我忘記了 在哪一段時間 有個大陸女人 帶著女兒上來 上來我公司 隔頭就在下面 就會上來見我 下面的安保 見到就不讓她上來 她就裝走 等安保不在處 她就閃了來上我二十六樓寫字樓 說帶個女兒來 要我照顧她 一輩子照顧她 又說女兒現在胖了 由以前三十二蚊 到現在三十四蚊 我們當然沒有人採她 我當然不會出來見她 我在寫字樓 在辦公室裡面 你知道她做甚麼 其實是刑事恐嚇 說如果我不見她 她立即叫記者來 開記者招待會 分析好在我們律師說 說她這樣說就行了 是刑事恐嚇 就立即跟她說 你再不走我們報警 就抓你 還是刑事恐嚇 說原來我不見你 你就開記者招待會 當你看到這些東西 你怕不怕 我會怕 好像今天我看到報紙 說我有甚麼 狂操症 我說一句說話給你聽 很多記者 你寫下 狂操症我就一定沒有了 創傷後遺症就很多了 例如這些說要我照顧 不照顧要甚麼 很多很多我不怕在這裡說 有個騙了倫敦2億多元 好懂吹銷 口又發炎 又喜歡困人的人 不認識她的 無端上合茶葉來我公司 又說認識我媽媽 認識我妹妹又點點點 TOP3 TOP4 即講三講四 其實我不認識她 說甚麼都沒用 但當你送茶葉來給我 我不認識你 已經有古怪了 我不用一分鐘已經想到甚麼事 因為我二十多年前認識一個女律師 她的男朋友 也是姓蕭蕭的 就去了國安律師樓做 國安律師樓呢 在她打電話給我之前的三天 我就在那間律師樓分了身家 給我的子女 那那個律師就看到裡面 原來是這樣做的 不用做倫敦金 一輩子做倫敦金都不夠這樣做 就送這盒茶葉給我 當然我不會理會她 但是我想告訴你 當你人知道你分了身家 給人知道你的數目有多大 他倫敦金賺了二億多元 警察都沒有去付 你看回你的新聞 就知道哪一件事是哪一個 你騙人 兩億多元倫敦金就飛去台灣 就拘捕不到你了 但她的馬仔就是她的馬仔 那間公司就是她的公司 但她轉給她的時候就沒有犯案 到犯案的時候 已經不關我的事 然後就去了台灣 這些事情我不是需要說給你聽 我只要說出來給你聽 你就知道我有創傷後遺症 每天都有人打電話來打我主意 就說認識我媽媽 認識我妹妹 但我不認識她 你不如認識我祖先 漢高祖的劉邦 我講這些東西給你聽 只是一個很簡單 我其實不需要解釋 不如我這次有很多事情想說 你們如果明白到 我每天都有人找我上來 當然不會找到 但有些認識了三、四十年 有些在福利門 介紹某個巨虎的兒子 跟她做成單一單議 我答應給佣金去 欠她幾年人有沒有給到 很多人就以為我在福利門吃飯 但那次剛剛 就從來我都沒有跟某個人 某個人在福利門吃飯 她就作錯了 即將資料作錯了 打算我經常在福利門吃飯 介紹了你給我去做生意 在福利門見面的 我從來沒有跟某個人在福利門吃飯 但她就知道表面的資料就作不作 她還傳到醫院那張照片 說你麻煩幫幫忙 你幫我找醫院那張照片 我不認識她 有很多人你不相信 我的照片是有證據 她最好笑的 不怕說 我不理會她 你以為她怎樣做呢 她其實沒有任何證據 她自己說過了 她就找《蘋果一報》 《蘋果一報》 這次發達了 如果是真的 你以為全世界獲獎 結果她甚麼證據都找不到 到最後你知道我怎樣 找個律師跟她說 你們是鵝騙 詐騙 納索的 所以我跟她說這麼多 不是廢話 是創傷後遺症 我想《蘋果》一個月 打理我公司 雲吉伯狀 要見我 要跟我談電話的 少得十多個 多得二三十個 以前是女人多 現在是男人多 現在我想說 不是要你同情我 我想解釋 為甚麼 那時候我過去會害怕 你騙到人 怕人騙一騙 我跌到地下會死 好了 不騙到人 別人都沒有戴口罩 傳染給我 我又移植腎 我要吃抗排斥藥 我打了五針 第二針都是你要小心的 萬一中招 你抵抗你 等於很多人的三四成 所以我很害怕 我害怕不是怕死 我最小的女兒只有四歲 兒子只有十歲 女兒只有十四歲 我都希望長多幾年看著她長大 所以我很害怕和人騙著 很多人以為我有甚麼潔癖 黏了那些材 全部都是白痴 所以那天我是不敢過的 又怕中招 又怕被人踢在地下 又怕被人認到我 哇 立即叫非禮 想強姦去 就誣我 付錢吧 付錢吧 大多天上來我公司 敲炸我 炸我贏 我沒有跟他們說過 以前沒有 但我今天要說 好像我今早看到 蕭若元 在YouTube有關我的影片 我看完還好笑 蕭公子在她自己的 那些叫甚麼 YouTube 她說得跟我很傻 吃過十幾次飯 單獨都吃過兩三次飯 她說一下 你們現在錄下我說 我只見過一次 就是跟她老闆 阿黃肉朵 一起見面 又在她公司 一次那麼多 但她在網站說 單獨見到兩三次 見了十幾次 為甚麼 我都很同情她 可可憐她 如果我又出這些網站 我都發達了 幸好我現在還不需要這樣 她只是想多人看 多人聽 這樣就有廣告 是否賺到錢 她這樣 但我跟她不熟 我只記得一件事 不怕說 今天反正都要說出來 我覺得 詞緊和早告